太扯了 你还没有收到新影片通知吗 赶快订阅 开启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通知哦 你现在收听到的歌曲 是来自19岁的歌手 Adam的《站出来》 他也是咖啡广场的主题歌曲 其实咖啡广场这个品牌 积极地伸出音乐的触手 他们除了会举办音乐季以外 每年还会举办 《站出来音乐挑战赛》 是专门办给学生族群的音乐比赛 今年他们还下重本 就是只要你进副赛 就全部进录音室里面工作 用专业正式的方式 把你的音乐作品做出来 也会把这些歌曲放在 咖啡广场FB跟YouTube的 播放清单之中 通常这种音乐圈新鞋的比赛 很容易会有黑马跟潜力鼓 所以不管你是喜欢听 喜欢唱 喜欢创作 一定要去搜寻 咖啡广场的粉丝专页 了解更多的比赛内容哦 今年的比赛正在 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哦 如果你明年还是学生 想要比的话 敢不敢站出来 你现在收听的是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今天这集很特别 因为要聊天的对象 也是两位非常心血 非常前浪的 非常后浪 非常后浪的歌手 他们也非常拥有创作能量 在比赛之中展露出了头角 让我们欢迎第一位是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Adan 很欢迎来到这个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然后第二位呢是我们的 温达 他的大家好我是温达 温达 耶 有 真的是立马就感受到 年轻人的气氛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想说 戴个 戴个头戴 因为如果是我的粉丝 就会知道我很喜欢戴头戴 我今天想要呈现的状态就是 起床 哦今天要访问吗 我准备好了 的感觉 有有有有有的感觉 有有有有的感觉 你们觉得你成功吗 哈哈哈 你们是从哪一个比赛 第一次 比较正式的被大家看到呢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话我是在 咖啡广场站出来7 站出来7 对对对 那我的话 好像是咖啡广场站出来8 好巧哦 787的 7的配音 长浪推后浪 前浪推后浪 后浪推前浪 一起冲浪 对 我们今天这一集主要就是要 跟大家宣布 跟大家推广 咖啡广场站出来音乐挑战赛的这个比赛 那 其实有很多 品牌啊 不管是食品或者是饮料或者任何 都很常会办一些活动 比如说音乐机啊 或者办一些音乐比赛 但是咖啡广场是算很久耶 已经耕耘很久的一个品牌 对他们算很OG的 一个品牌然后办比赛 然后办比赛 他们其实都经验丰富 非常丰富 2021年就是今年是第九届 然后温达是第七届 然后Adan是第八 对那你们也是透过这个比赛后来有录制 专属的MV跟歌曲 其实这个比赛是 诶你有录吗 我的话我是那时候 然后一开始比赛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想到会有后面的这个 录歌还有就是MV的一个 一个一个的环节 我一开始就想说啊比赛结束 就这样 赢了拿钱 对然后对的时候 但就是因为我之前比的可能就是大专院校的比赛 可能就是比较像这样性质 因为学生举办的 对 但就主要是过程当中就是认识各式各样的朋友 也蛮好玩的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会想说啊我比 这学期比这个比赛后 我就抱很多比赛 然后可能同一首歌去就是去比赛 然后就是咖管也是就是那时候 就想说偷偷看 然后就去比的时候就也没想到可以比到最后 然后原本就想说可能就是比到最后之后就结束了 但没有想到后面才有更就是更多很多 譬如说帮我们办音乐祭啊 或是帮我们这首歌 我们拍MV或是去录制的 就透过这个比赛还有很多的演出机会 跟包括真的实体的就是实在的作品的录制跟曝光 是是是是是 那Adam呢 我第八届的时候我参加这个比赛 虽然我是得第二名 但是那时候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偏向R&B Hip Hop编曲 我是这风格的伴奏吧 就是我是用这风格的类型的音乐 然后加上我自己的吉他去表演 我是比较这类型式的 然后最后就等到第二名 然后那时候咖啡广场 可能就看到我 有这方面的能力 然后加上后面就是R&B跟Hip Hop 越来越流行 所以我觉得卡广就是 他们很屌的地方是 他们就是信任我 虽然我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太厉害的作品 他们就直接找我帮他们做 他们接下来的主题曲 就是大家可能蛮常听到的那个站出来 这首主题曲是在2020年的中间发表的 然后这首歌呢也有跟Ozzy一起合唱 等一下我们会带到这些细节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第一次见到你们的面孔 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 你们其实有怎样的resume 你们有怎样的履历 因为不管刚才Wenna讲的就是 这些大学的比赛 跟比如说咖啡广场的比赛 这都会写进你一个创作歌手的履历 对 我是知道这件事情很老生常谈 是你的长辈 你的爸爸妈妈就说 你要想办法累积经验啊 你要想办法累积人脉 什么之类的 但是对于音乐圈来说 对于歌手来说 你的resume 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它会影响到比如说 出来有没有唱片公司会想要签你 履历表一张白纸 你的筹码 对你的筹码 就是这种感觉 虽然听起来很老生常谈 不过很多人都是靠着 一直疯狂去比赛 累积自己的履历 让更多人知道他这个人 是 那你们要不要 抢抢看自己的resume 你先讲 你的resume应该比我多很多 我吗 你本身就是鞋杠女神啊 对但 但 喔对我很喜欢画画 然后还有就是讲笑话 要不要来一段 你知道为什么 等一下 这个无法写进履历之中 那个唱片公司 但其实我去比赛的时候 我都会先讲一个笑话再比喔 OK 譬如说 譬如我要开始接下午之下的創作 我就说 诶 请问大家知道就是 走音的人为什么会找不到门吗 就是你找不到门这样子 我不想破梗啦 因为他找不到Key 你是第一次听吗 对 我其实对这种冷笑话的联想能力很弱 所以我都想不到 那等一下温达可以出一大堆 那我可以超多 因为我其实跟你有 蛮深的历史 缘分这样 我们的缘分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访过 贵人散步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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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给我票 去我的家乡台南去看音乐节 我就跑到很多人的后台 那时候我去找许涵光还是谁 就跟他在后台聊天 殊不知就温达就走出来 对 我就发现 这不是金曲新人吗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诶 诶 因为他戴的头套就跟我一样 我之前去 我也有这个头套 所以我就说咦 MIDI杨士宏 然后就很开心遇到 对我的偶像 然后我就间接认识MIDI 然后人也很好 我现在不太知道我要怎么反应 因为第一次有人在节目上说 就是偶像这件事情 对对对 有点害笑 对对对 是是是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你那一天会在后台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现在主要就是有 就还是在接触音乐这块产业 然后我主要是帮就是 林坤沙发在做经纪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是有在做 独立乐团的经纪人这个部分 对对对 就帮他们打理一切 可是这样不会很拉扯吗 就是你又要做自己目前工作 你又要做其他人幕后的工作 是 但我觉得因为就是 但是我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音乐这件事 其实是蛮有趣的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 专门可能做Artist 你没办法体会到可能 经纪人或是幕后人的人 在想什么 对他们想 所以你有时候可能会 我自己觉得就是会比较 站在自...就比较 不能说自私 但就是比较有自己的那个 独立的见解 但有时候可能在跟人在相处上面的话 我觉得 就是可能会让人家产生不舒服 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种 那种东西的话 我是觉得 假如我站在另外一个立场去试试看的话 会不会就是让大家都很好这样子 了解 所以我就想说 还是在音乐产业里面这样子 就更了解 幕后发生什么事情 对自己目前也会有帮助 对对对对对对 我可以掌控这一切 就大概知道流程或是 什么处理这样子 所以就不仅仅 我之所以会说是斜杠的部分 就是你自己本身是读 心理系 哦 对 这是很不相关的 超不相关的 然后你也有接触过剧场相关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也有当然目前创作歌手 跟当经纪人 还有就是主持人的部分 你知道主持吗 对对对对 就是那时候就是念大学的时候 可是因为我有一些演出经验 然后大家都觉得我还蛮活泼的 然后就是开始有一些业界的人 会就是 就会给我Case 就发包我 说要不要去主持看看有一些 大公司的一些伟牙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吓到 但我那时候主要是跟他们主持 一起主持伟牙的时候 是有一个比较前辈之胜的前辈主持人在带 但我要相对就是譬如说 就是反正就是一搭一唱 但我自己也要就是能 揭包服 对揭包服 他有教我一些 然后我们再过 我们又有一些排练 所以就是在当天的活动 是蛮顺利的 业界的伙伴们 觉得我主持如何呢 是不是 超帅 欢迎发包他们两个 可以发包我们 我们可以一搭一唱 我超会讲这好不好 然后我可以那个日本漫才 我可以装杀那一个 对 那你知道左水仙上大甲戏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吗 就是大港那一次我们聊过 好吗 温达是我们第一个 在说说说说 说你爱音乐二访到的歌手 其实我们在大港开唱街坊那一集 就有遇到温达 然后他就有跟我们对谈 然后讲一些东西 之后我收到说我要访到温达的这件事情 我就想说 是那个温达吗 是是是 又回来了 怎么又来了 结果我们就在IG上面相认 对对对怎么又来了 所以就约好今天我要带这个头靠 一起带那个头靠 哇你们真有趣 我蛮有趣 那反正我还没有接过尾仪 我就是比较菜的主持人 欢迎找 欢迎 就交给温达 就访一下Adam 你拉一下主key 看看会是如何 你说我吗 对啊 刚才讲到resume这部分 那Adam的resume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年轻以代 厉害的resume Adam 老实讲 我在卡拱之前 我都没有什么resume 我是个毫无resume的音乐人 没有啦我是 虽然我没有什么 参加比赛的经验 因为 卡拱是那时候我高二吧 参加的第一个比赛 高二耶 我没有 高二耶 你有听错吗 我没有听错 等一下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二十岁 谢谢 让我们谢谢 大家好 我的电话我们在这边 欢迎打给我 我的地址在 没有啦 二十岁很年轻耶 还行 你唱唱看你合作过的歌手 好不好 我们刚刚有讲到Azzy 对 那还有 我还有 我这还有一个 我的也是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好兄弟 他叫Jimbo Jimbo最近也蛮红的 对他最近蛮不错的 也是小鲜肉型的 小鲜肉 嘻哈圈有混出一些名堂 对有混出一些东西来 对 他是我好朋友 我之前有跟他合作 出过一首歌叫December 对 反正就是 我的resume 其实在参加卡拱之前 我都是一个很 就是那种卧室音乐人 我就是自己练吉他 然后练爵士鼓啊 因为Adam本身是先学爵士鼓 然后后来再 再学练吉他 对没错 然后听说你国中 就买了一套录音设备 摆在家里 对 国中的时候都没有用 国中的时候就是想说 因为国中以前看很多 那个时代很流行 国外的cover歌手 对对对 那个时期大家 就是看国外的cover歌手 就会觉得 哇 唱得好好听喔 就我也想要来录自己的cover 嗯 但那时候发现国中 买了设备 但好像 好像没什么动力 所以就是浪费钱放在那边 但是结果 后面高 高中高一高二 开始 学编曲 开始学录音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是 把捏器材拿回来用 所以 还是算有 有用到 有手脑 钱没有白花 可是你算是 非常早开始接触到 编曲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算 还算可以 就是 还算不错的时间点开始 也难怪就是 他的歌曲 层次非常之多 谢谢 谢谢 那刚才除了提到 就是 Jimbo 跟 Ozzy 之外 其实Adam还有跟很多制作案都有合作到 比如说我们前几集刚访问到的孙盛希 他有参与其中一首歌的曲的部分 对我有参与西西的新专辑一首歌叫一分之二 就是那一首西西送福利给Hush的那支MV的那首歌 大家自己再去查一下 就是那个蛮激烈的那个MV 大吻 大吻一场 激吻 对 所以说你们参加这个比赛他的形式会是如何 因为像比如说大学的创作比赛 大学之间办的那种比赛就是 约好初赛是怎样 然后评审在底下看你表演 然后决赛是怎样 评审在底下看你表演 然后就颁奖 就非常公事公办的感觉 对很快 对 那站出来音乐挑战赛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那一届是就一开始先海选嘛 海选就是上传demo 对 然后看你有没有过 如果你有过的话就是复赛 然后基本上 复赛的别人场地是在一个叫 角落纹窗的地方 很大耶 那间很大耶 那间很大 那是一个算是蛮高级的灾眼空间 河岸流言 然后卡夫卡大概就是 女巫店就是 比较小小的 小场地 然后接下来就可能是 我们那间是在pipe 哦 对对对 复赛 其实也都是蛮大的场地 对 然后他们就是在call的 就是每一届都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对 直远越来越 还被小巨蛋 在比赛 北流 对北流 北流也不错 对对对 他们原本 在去年的音乐季还是今年的音乐季要办北流 就原本去年的音乐季要办北流 真的假的啦 我就是真的 他们 是真的 他们讲的 品牌的窗口也在我前面 所以你们 是认真有考虑过北流这个选项吗 有啊 那小巨蛋有 那咖啡广场 今年音乐季还有缺表演的 chartist 超级问题 有 我们在讨论 群蜜当中 对 其实除了比赛之外 还会有音乐季的剧办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 咖啡广场算是 真的是有用心在 跟音乐接轨这件事情上面 对就是那个时候 复赛就是在角落 其实我觉得 复赛其实就是在肯达场地办的 然后我们大概 国高中组有司机组参赛者 然后大专组也是司机组参赛者 然后台下就是平山老师这样子 然后就是其实 其实当天可以看到很多 各式各样的表演者 就是有那种 六七个人的摇滚团啊 或是也可能是有 两三个人的那种饶舌组合 或是民谣组合都有 各种形式的音乐风格都会出现 对 所以其实 卡广这个比赛是 它不只是有可能 它不只是摇滚 它不只是这种形式 它其实 越来越后面 其实它接受蛮多种 不同形式的表演 之前上过很多节目啊 然后跟很多音乐人聊天过 然后他们就说 现在的音乐圈 是一个分众的时代 就是你想要听什么 都会有人做那样的歌 那你喜不喜欢 你就背圈粉 或者是 你不喜欢这个团 之类的 就会大家会越来越 对的确 戏 戏流越来越多 对 那从咖啡广场这个比赛 就有点像是音乐圈的小缩影 社会的小缩影 就是什么样的曲风都会有 而且都是非常吸引人 来去听的歌曲 而且就是很多元 其实蛮自由的 因为我觉得蛮少比赛 是可以 就是接受这么多种风格 对 来上来表演 除了我刚才讲的音乐圈 resume很重要之外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人脉 没错 这是我小时候没有做好的一个部分 对 人脉真的超重要 超重要 就是你透过比赛 你可以认识到很多跟你同辈的音乐人 说不定就会有合作机会 或者是认识彼此 大家下一次就互相帮助 等等的 那你们在比赛之中有遇到什么样很酷的人吗 或者是 诶 请说 我想讲 我想分享这部分 其实我当时候大学时期会去比赛 就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交朋友 所以我就是准备好自己的音乐 可能跟人家练完团之后 我去现场 其实我主要是会想要认识的 多交朋友 因为他们就是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 或是学校 对 因为我觉得人很有趣 所以我就很喜欢就是可能就是 诶 听到这个音乐 就是偷听他们这样练习音乐 好好听 然后就主要会去跟他们搭话 然后聊天 然后间接的就是交了很多朋友 这样子 这种时候 就是学生时期 的这种交的朋友 真的是最真心的 真心 我跟你讲 你出社会之后 真的要小心提防你身边的所有人 如果听众朋友们 还是学生阶段的话 好好的去交朋友 好好去玩 好好去表现你自己 因为这时期的朋友 真的是最贴近你心里面的人类 对 没有什么利益 对 真的 最单纯的快乐 真的 你才20岁 然后讲出这么 你才20岁 超零的话 我有感 我已经被背叛十几次了 真的假的 没有啦 开玩笑 我自己觉得台湾的音乐圈 其实都蛮友善 就是目前 目前我经历过的 就是没有 大家都还算 就互相提拔 互相帮我 就比较灵魂的交流 真的 我觉得好像会做音乐的 也不是说做音乐的 喜欢音乐 或是做创作的人们 都特别的单纯 对 就是很真心 我觉得 这也是从他们年轻一辈 口中讲出来的话 我的话就是 很单纯 学音乐不会变坏喔 以前 因为我大学比赛 还没有这么浮夸的 这么多就是品牌般的比赛 或者是 这么形式规模 这么大型的比赛 都是校园之间的那种创作比赛 那我就很常自己一个人 背吉他自弹自唱去参加这个比赛 就好孤单喔 而且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怕生的人 看不出来 现在不一样 现在比较打开一点了 以前我真的是会在后台 然后一直狂练 就是等一下表演的歌 这样子 那时候我就错失了很多 跟别人连结的机会 尤其是我大学的时候 没有加入吉他社 我没有加入任何社团 音乐新社团的原因 是因为我被设为黑名单 为什么 就是那时候我一上大学 我就很high 我就跑去什么吉他社的银心那种东西 就是招生会 招生会 对招生会 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我很想参加比赛 我就跑去找吉他社的学章姐说 你们有没有很厉害的鼓手 我想要找他来一起比赛 然后学章姐之间就把我一传十 其实石川白就说我很那个 就说这新生怎么一进来就问你们鼓手最强是谁 就觉得你很拽 对就觉得我很拽 然后自此之后我就被吉他社列为黑名单 可是我的确是需要一个很强的鼓手 对啊 对只是单纯直接讲出我的需求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来参加下游这个比赛 就是会满足这个需求 你可以多认识一些朋友 对搞不好下次 这一次参加完这个比赛 然后认识新朋友再去参加下一个比赛 对是是是 一起累积resume 真的我们都会这样比赛 就是可能在某一个场合遇到 觉得这个鼓手不错 或是觉得这个吉他手不错 我们就会下一次的比赛就约好说 那我们下次一起去报哪一个 所以也是算奖金猎人的部分 没有啦没有 就是会偷偷默默的看 但主要是合得来 主要是朋友合得来 就会一起就去比赛这样 然后很快乐这样子 那你们身边有朋友为了比赛 做出什么很疯狂的事情吗 很多新一辈的创作人们 都会疯狂的累积这些比赛经验 就算留几 大学留几 大五大六大七 继续比 然后一直刷这些resume 其实有耶 我之前有听过一些学长会这样子做 对 就是为了严毙 然后严毙然后继续比赛 为了比赛 但其实我觉得他们会严毙的原因是 因为都在玩音乐 每天都在练琴 然后也不能毕业 所以就严毙 我遇到的都这样子 那他们这样严毙的话 严毙的话可以比赛 那有赢吗 有啊一定会赢啊 我遇到的都会赢 那如果严毙还没有赢 对严毙没有赢 那我就不清楚了 拿自己人生下去赌博 对啊这感觉 但感觉就是他们都是练琴练到一个程度 或是都在玩音乐 对 然后就忘记学业这样子 所以才会丢几支 所以 大家听到了吗 不知道 在大学学系的时候 家人跟你讲什么 你就听就好 欸这 这是合理的吗 对我其实有一点小小的 后悔就是没有更贴近音乐这件事情 因为我也是在大学之后才选择 就投入音乐圈的 晚上我再自己哭一下就好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还有很多时间 你还早 欸 一个二十岁的人跟我说 你还早 我已经大年很多 很多岁数了 所以我在看到新晋的 新晋的音乐圈的心血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总是有一股 不服输的心态 那我们一起一起 一起年轻 一起高兴 青春很棒 其实我今年才十八岁 你可以拿你大学的学生证去参加 下一届的咖光比赛 这一届 可以吗 可以吗 因为咖光说只要有学生证 还不会人员在我们面前 可以吗 咖光说只要有学生证 你就可以参加 那我也有耶 所以欢迎各方人才 不要跟注册账 对 还要注册账 跟高铁一样会查得很严谨 好 没问题 咖光为你们 投资你们出的这些作品 对 首先是温达的这首歌 叫做 暈 这首歌 其实我在听的时候 就觉得 这是我认识的温达写出来的歌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状态 就是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外乡 但是他所创作出来的歌曲 都非常的走心 而且很舒服 甚至是有一点古风 他的用字潜词非常的有诗意跟深度 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是是是有点云 被你这样一讲有点云 没有因为其实我 我个人本身可能在演出的时候 我都很喜欢讲笑话 对 但我因为就是因为有时候 我不喜欢讲创作 因为很多人都会先讲创作理念再演出 但我不喜欢讲创作理念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一首歌可以让不同的人去解读这首歌 就是这样 会给品种空间 对 不一定要讲出就是创作者本身 写这首歌当下的心情 所以我就会用笑话去讲 但当我讲笑话在进入歌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反差怎么都会有点大 这样 其实我是看暈这支MV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你自己最擅长的乐器是二胡 对 也不是说最擅长 因为我小时候第一个选的乐器就是二胡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有接触到二胡这个乐器 就是外公在拉 对 然后我就把它拿过来 然后自己试拉 欸他很难发出声音耶 其实很难 是不是 其实很难 因为小提琴是往内拉 对对对 然后二胡是往外拉 他其实内外都有 内外都有 对对对对 所以就两种声音 对他就是他有可以有 就是像小提琴要有很多 就是不同音阶 会有不同的声响 所以他本身也是要自己用耳朵去听音准的一个乐器 是是是是是 就比如说你钢琴 你按这个抖 它就是抖的声音 那二胡是你要自己拉一拉 就像小提琴一样 你要找到你想要找的那个音 对 就是我那时候可能才九岁或是十几岁的时候 在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很特别 就想说你这个年纪轻轻 你怎么会拉二胡 拉二胡 然后可以对话的都是阿公阿嬷这样子 然后反正那时候我主要会学二胡 是因为我们老师他办了一个就是私足乐团 他就要请我们全班的人去面试 然后那时候去面试就进去一个小房间 然后老师会问你一些问题基本资料 然后就一出来然后得到名单就说 林玉玲 哦我本名叫林玉玲 好林玉玲二胡 为什么我来有 没有来有 我想说为什么我不是琵琶那种比较笑气的那种乐器啊 乐琴啊什么之类的 对比较漂亮啊 然后就比较有气质 然后我是二胡 然后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学二胡 然后我家人也有一点就是 希望我能精进这个乐器 所以我会跟别人除了设课之后 还会在外面上个别课 对啊或是去外面的大乐团一起演出过干嘛之类的 但二胡也是蛮秀气的 有吗 有这么有气质 我觉得二胡蛮粗犷的 他要那个 他的那个脚一定要这样开 我小时候都会被骂 二胡练的时候都一定是开的 我很常做的时候都这样 然后都会被骂 但其实就是弹琵琶的话可以这样子 所以就看起来就好像比较粗犷这样子 但我觉得就是二胡也蛮不错 就是因为其实后来我可能到大学开始跟别人比赛的时候 然后我开始就接触吉他创作 对然后我就有朋友说 你不是会二胡吗 那你要不要结合一下看看 所以我就开始就是想说把二胡 就用古典乐 有点类似古典乐器结合现代乐器的一种新的风味出来 是是是是 而且其实 比如说你想木吉他手在台湾 你就会想到很多人 想到爵士鼓手就会想到很多人 但是要你讲一个台湾的二胡乐手 温金龙 我叫温达 我叫温达 我们都姓温哦 温金龙 温金龙 他的名字听起来非常的滋深耶 对对对对他很有名 就是在台湾里面拉二胡的是很有名 所以有因为你会二胡这项乐器 带给你很多工作的机会吗 有其实有 就是我那时候开始会二胡的时候 然后同期比赛的朋友就说 温达温达你可不可以帮我拉一下 就是这首歌可以帮我变一下或什么 然后可能就开始会帮譬如说 贝克小姐或是南希克吧 他们都会找我 然后就是有帮他们变这样子 而且我们刚才在节目之前聊天的时候 我才知道在我访李友廷的那一集 我大推那首歌 帮那首歌 二胡就是他拉的 我本人 耶 我那时候有被有吓到 就李友廷老师就是觅我的时候 我被老师找到了 谁能够找到我 然后帮她的东西 真的被老师找到了欸 很会自己接梗欸 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我就手抖 想说是那个 有友廷老师吗 然后他真的 他就是在前一天 他要录的前一天就说 我那个 我可以讲吗 我那个词他还没写完 那你 录的前一天 那还没写完 欸对不起 我真的帮他六可以吗 可以了可以了 我们是直接现场在录音室 他还没有写完喔 然后 也不是 他已经有一些想法 然后就请我去执行这样 就把他尻完之后 就立马录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他再 就是写歌词 然后再唱完 他真的很厉害 他每天都一大多演出 然后还要录音这样 我觉得 这样很有机的一个录音方式啊 对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互相那个 互相激发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 而且二胡的乐手都已经到现场 可以立马听到那个声音 去想像他的歌的风格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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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欢迎大家找我拉 拉二胡 对知道吗 欢迎大家一起站出来 就尾牙的部分嘛 对对 我们都可以 二胡的部分可以找他 那时候卡广还有就是邀请 文慧如 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翻唱女生 然后跟我一起就是 就是算Feed了我这首歌 然后那时候在跟他一起合作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我偶像唱我的歌 然后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当时候就是卡广给我们蛮多 所以是他们帮你找文慧如一起 唱原音这首歌吗 是是 什么好 对 就是他接下来一系列的就是 一系列的一些就是 比赛后的一些福利 其实很多 而且多到他的面向是很完善 就是不会像可能有些比赛结束就没了 那可以许愿比如说蔡依林之类的吗 可以试试看对不对 可以试试看 大家可能要问一下这样 对对对 超级重本 对他花很多钱 不是花很多钱 就是很用心的投入在 每一个音乐的 每个参赛者身上 对参赛者身上 对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感受非常的赞 而且重点是就工 就是任何的工作人员到 就是接洽的人 还有比赛的人 还有整个比赛环境 还有就是整个的 就让我就是感觉就是A++ 非常的加上 很舒服啦 可以放心的进去表演 可以放心进去表现自己的歌曲 对而且连我的歌去录完之后 还可以拍一支MV 然后又可以又跟我的女神FIT 就是他每一届都会 福利都会越来越不一样 我前一届是没有的 但我下一届呢 比我更丰厚 好我们请AD it 为我们大家说说看 欸我刚刚 反正就讲到我是 那一届第二名 虽然我是第二名 但是卡广就很像是 就是看到我 我能做的事情嘛 就是我可以编曲 所以他们就是也很大方的 就是找我来编曲 然后给我这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还可以跟OZ合作 就是做一首他们的主题曲这样子 这一首单曲 是我人生中第一首正式进录音室 对然后正式走 算是业界的专业音乐制作人 正式的流程 对对对 第一次进录音室 就跟OZ一起合唱 对 压力很大嘛 我们是分开录了 所以还好 就是我们不是同一天录音 比较没有压力 对比较没有压力 但是MV那天就是 喔那天的压力 那个大 可是你看起来很自在啊 你看起来扭的也很正常 那个我尽力了 那我尽力了 那我尽力了 但那个拍MV 因为OZ他拍MV他表演很强 对对对 所以就是在那方面 我自己当天压力真的是蛮大 所以现在才会这么勤者健身 是吗 什么叫勤者健身 很勤于健身 喔勤于健身喔 喔对啊一定要的 没有啊 反正就是看我提供专业的那个 音乐制作流程 反正就是他 这首歌音乐制作人是米奇 星河园的米其林 也是在金曲讲的常客之一 真的喔 对金曲讲的常客之一 然后这首歌从我们一开始 租专业录音室去录音 然后加上有专业制作人米奇帮我配唱 对 然后也有录音师帮我们录音 对 然后整个录完之后 有很厉害的混音师 混这首歌的混音师是 黄文轩 轩轩老师 他就是混 好极端的组合 超羡慕的 他就是混OZ的BO的那位 那位大师级人物 对然后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幸运 然后母带 我不觉得母带是不是玄玄 但是母带应该一定也是很厉害的 就是把它做一个完美的收尾 这样子 就这个是在音乐制作流程上 就是大家可以光听到这些人 就已经知道他出来的 quality一定是很好 而且其实咖啡广场办的比赛 主要是为了学生族群 他广就是算是给我们一个舞台 而且还对产业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 就有录音的流程去学习 让我们更认识这个 而且有一个一开始出来的作品 已经是很完整 而且是很高规格的 我觉得他对带动音乐圈的风气 带动台湾音乐圈的方向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标性在 大部分人最缺乏的可能是MV的资源 对对对对 就是影像 因为这方面比较贵 所以大家比较少人可以 就是有那个能力可以自己花 可能是几个十万去拍 拍一支MV影像作品 对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真的是要靠MV 去推你的音乐 然后大家越来越速食 他一定要有一个 视觉的刺激 对对对对 然后这支站出来就是 算是我也是人生中最 阵仗最大的一支MV 这支MV就是 台湾也说这支是他们 可能花最多经费去制作的 對,這支是由專專影像來拍的 專專影像也是之前有拍可能六王或是OZ 就是也是一些很厲害的人,他們也很厲害 所以他們從音樂製作到影像製作 都是超級高級的待遇對我來講 高規格 接下來要帶到就是Adan出的這張EP I the end of the day 我是Adan,我在3月31號發布了我 第一張個人專輯 已經聽這麼久,節目已經已經30-40分鐘 大家就知道你跟Adan 那大家知道我是誰嗎?我是溫達 但是陳啟哲,我們今天陳啟哲 還好,我們不宇宙哥 沒有啦,我想說Adan的計畫 反正就是我3月31號發了我自己的一張個人小EP 那個算是我前陣子的一個作品總結有五首歌 然後但是我現在就是在製作我後面 可能第一張正式個人專輯的東西 我後面會有跟一些不同我自己覺得很厲害的rapper合作 就是可能大家應該算是大家會有聽過的rapper 然後我後面就是會嘗試跟他們合作啦 就試試看可不可以做新的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你的剛發行的EP叫做? 我剛發行的EP的時候 IDFK就是I don't fucking know 的簡寫 我他媽的不知道 Yeah,check it out Yo yo 對,其實 其實蠻好聽的大家可以 這是你自己獨立製作的嗎 對啊,因為我覺得在這個事實在你要有自己的特色很重要 對 就雖然我這一張不敢說做的太好或是成績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自己做自己的東西 你是可以最知道自己的狀態 跟你最適合用你的編曲 就是怎麼去發揮你的個人特色 像是我會彈吉他 對 就吉他算是我的一個強項 然後我就會試著在我的編曲中 讓我的吉他再更閃耀一點 再更跳出來一點 這個就是可以 我自己覺得這就是我的特色 就是可能別人做不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做不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獨立製作的 就是自己學獨立製作的一個好處 跟一個優勢 而且尤其是你包含了這麼多的項目 在你的音樂作品之中 發行之後大家聽到真的是 就是原汁原味的Adam 對啊就是刺刺裸裸 沒有穿衣服的Adam 有沒有啦就是原汁原味 非常原汁原味非常蠢非常蠢 那你這張EP想要帶給大家 什麼樣音樂上面的創子 或你想要帶給大家什麼感覺這樣 其實老實講 沒有特別想要帶給大家的感覺 就是這五首歌都是 應該說這五首歌都是不同的情緒 我自己覺得都是 真的是截然不同的情緒 有很比較純情的失戀歌啊 就像我最新發的一首歌叫 多久才當的心 然後也有比較浪漫情緒一點的 就是叫做幻想 然後就是有各種的就對了 這樣算是讓大家看一下 我的音樂大概長這樣子 你可以比較了解我這個人 讓大家更認識Adam 到底會什麼東西 而且全部秀給大家 你秀包般 就是把我會的給大家聽 對 希望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因為我覺得光是從站出來這首單曲 就可以看出來你的底子有多厚 謝謝 就是裡面詞 你的演唱跟詞 就是恰到好處 雖然它的詞大概是論文等級 超多詞 但是那些詞的flow啊 那些詞的韻率 都有很強的一個程度 謝謝謝謝 對啊就是那個詞有花一點時間寫 有站出來詞大概改了三四個版本 就是有其實有卡關一陣子 然後但是後面好險通關了 好險通關 就是把牆撞破了才寫出來 欸你真的太chill了啦 我們剛才有小小休息一小段時間 我就趁那個休息的時間 就問Adam說 你要不要稍微介紹一下 IDFK的概念啊 還有一些音樂製作流程之類 他就說沒關係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我想說 這也太chill了 他說就是 稍微點到為止就好了 沒關係沒關係 反正大家都可以去Youtube 然後各個音樂平台 不管是Street Voice 或者是你喜歡 Spotify 對對對 都可以去搜尋一下Adam 跟溫達去聽一下他們的音樂作品 從剛才溫達講的 他那一屆的情景 到後來Adam那一屆的情景 這一屆更不得了 我覺得是花大姐 我覺得他還沒有補充到一點 他們還有去音樂器 非常非常舞台的 你不是也有 沒有他們是去覺醒 覺醒 對我們有去覺醒 讓他補充一下 把你推上覺醒 沒錯就是這樣 好讚喔 超讚 因為現在台灣最指標性的就是 大港 覺醒 浪人 對 等等的 覺醒算是 他是嘉義為主的一個音樂季 他就是 所有人都想要蹭上去 對啊 很多舞台很大 那時候看到他們下一屆有這個機會 說這個 好想要玩一年筆喔 現在回想真的蠻棒的 那時候是 我跟 我那屆的第一名 那個團叫做 我們一起下去嘉義 卡廣除了 就是除了讓我們去表演就算了 他還有 請了三位 也是音樂圈的大大老師 來看我們的表演 就是在我們表演完之後 他都 那三位老師 給講評 對給講評 真的假的 超讚喔 超讚 就是你出了社會之後 你真正進入音樂圈之後 大家只會跟你講好話 對 沒有人會跟你講你的缺點 對 除了真的很貼身的朋友之外 對 對 就是你遇到一個其他的前輩 他說 你很棒很讚 不錯 滿屌的 對 對 可是真的是 有的時候真的很需要一個講評 你知道嗎 就你罵我也好 我想要知道這首歌給你什麼感覺 或者你覺得那還可以更好 對 之後比賽才可以獲得到的福利 就第七屆 第八屆 接下來就是2021 今年第九屆的 站穿音樂挑戰賽 對 第九屆其實更誇張 對 很浮誇 其實報名已經截止了 好嗎 大家如果想要報名的話 等明年 如果你現在大四了 就延避一下 對 每年 繼續念研究所 不一定要延避 研究所 研究所也行嗎 可以吧 只要是學生都可以 大家聽到 反正自己去處理一下 你還是學生的資格 就可以進入比賽去投稿這樣子 明年是第十屆 不知道他們還會變出什麼樣更浮誇的東西 但是今年第九屆 雖然沒有像你們當初就是上一個大舞台 展演給評審評分 但是今年他們做了一個非常浮誇 感覺是花大錢的一件事情 就是進副賽的參賽者們呢 直接進錄音室 錄製 然後去學 跟著老師們 前輩們 去學如何把自己的作品完整的做出來 用一個正式的 音樂圈的錄音的流程 去完成自己的作品 對 這個也蠻扯的 對啊 只要進副賽 副賽就可以 你就可以錄出來 副賽是有多少 大概多少人 二十 二十 很多錢 我的媽呀 而且他是幫你錄出來 幫你混好音之後 他們還可以自己使用的那種 這麼好 真的太佛了 然後更讚的是卡廣就是 他會幫你把這些作品上傳到他們的YouTube 還有FB的歌單 他們的影片上面 曝光 曝光的部分 幫你們累積一些流量這樣子 所以這其實真的很棒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 錄音室會花多少錢 你可能錄一首歌 就要花個幾萬塊在場地上面 在那些設備上面 所以二十組真的有點太浮誇 真的是蠻浮誇的 而且我很多朋友被騙 就是很常辦那種 看起來很踏行的比賽 但是他們可能說 第一名會進錄音室發單曲 然後拍MV之類的 到最後都騙人了 然後也沒有簽合約 然後人就消失了 卡廣就是歷史這麼悠久 就是一個正派的比賽 真的 堂堂正正的 說到做到的男子漢 有的時候真的 你要看比賽 你要小心跳一下 有些就是會騙你 一人一句話 總結一下卡廣這個 站出來音樂挑戰賽 對你們的一個幫助 跟你們怎麼看待這個比賽 好了 就一小段話就行 我覺得卡廣這個比賽 讓我認識更多人 然後幫我拓展了更多的人脈跟機會 因為讓我 因為他讓我被更多人看到 他讓我有一個名片 就加以站出來這首歌 然後大家就知道我這個名片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知道說 欸我可以 我的能力在哪 對 所以我其實到後面 無論是製作案啊 或是一些 新的朋友認識上面 就是會認識到更多人 然後會有更多機會 所以我覺得參加這個比賽 就是可以 又往音樂圈更深更進一步 對 還是算是很有幫助 那溫達呢 我覺得就是卡廣給我們一個 非常棒非常大的舞台 因為我覺得任何的表演者阿婷 都需要一個舞台 對 我覺得我很感謝的是卡廣 給我們這麼棒的機會 有這個舞台可以站出來 呃 今年的比賽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我們今天播出這個比賽正在進行當中 大家可以去關注咖啡廣場的粉絲專頁 去聽一下這些音樂圈的後浪們 說不定就會找到自己喜歡的潛力股 然後之後就像 Aden 溫達 Ozzy 9188什麼之類的 就開始展露出頭角 好嗎 大家一定要去追蹤一下咖啡廣場 唷 接下來呢 你們自己個人的計畫跟想法呢 我目前的話因為我還在當經紀人 但我呢 就一下跳幕後一下跳幕前 對對對 但我自己還是就是在閒暇之餘 還是努力都在創作 嗯 所以我還是很喜歡創作這件事情 所以我接下來應該會發 就是累積 應該會之後陸續發表自己的作品這樣子 所以也是可以在各個社群平台 然後還有Stream Voice上面搜尋溫達 就可以聽到他更多的音樂作品 是是是是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聊到這 跟大家說一聲 掰掰吧 那你想聽一個笑話嗎 對對我忘記這件事情 好 因為今天溫達幫我們準備了很多笑話 那我們就來進行一下笑話賞息的部分 那你知道1到10的數字 最容易被人家遺忘嗎 你有跟我講過 好 我覺得大家不知道 但我覺得這個大家會覺得很恐怖 你可以問Adam 他知道他好像知道 其實我好像聽過 但是我好像又忘了 我大概跟他講了3次吧 我在冷笑話記性超差的 答案是 答案是8 為什麼 因為想不到8 想不到8 想不到8 我們站出來第8屆 接下來要辦站出來第9屆 想不到8 想不到8 嘿嘿 我剛剛還有一個新的 我一定要告訴大家 給他一點時間準備 可以了啦 可以了 他小美他們在讀書 就是有一天在圖書館讀書 然後因為他們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他們就互相跟彼此說加油 然後他們就消失了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彼此加油你就消失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互相delete 互相delete delete 那你知道世界上哪一個果汁的名稱最長 哪一個什麼東西最長 果汁的名稱最長 最長果汁 鼠牛胡托龍神馬牙紅雞狗豬 狗豬狗豬 狗豬狗豬 你就是 牛年行大運 頭破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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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這裡回到大港那一點 對對對 我祝他頭破血牛 那你知道世界上什麼劍最長嗎 劍 對 世界上最長的劍 答案是倚天屠龍劍 為什麼 因為他too long too long 那我們謝謝Adam跟溫達 謝謝大家 掰掰 讚 掰掰